第1波COVID-19 襲擊美國 當第一波COVID-19 襲擊美國時 大多數使用呼吸機的患者 都有一系列的潛在疾病 其中就包括了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謝的疾病 那為什麼糖尿病會令對抗呼吸道病毒變得更加困難呢? 環有糖尿病意味著人體處於慢性低度嚴正狀態 這個會加重人體駕先天免疫系統的負擔 並且使免疫系統在病原體進入人體的時候 更慢地攻擊病原體 黃敏症專家和免疫學專家希希莫迪 在財經網站CNBC 撰文表示 對於人體免疫系統吃什麼很重要 沒有任何成份比糖更有害於人的免疫系統健康 尤其是在疫情期間 那怎樣去減少每日糖分的攝入量呢? 莫迪建議採用下列的四個方法 第一就是少吃糖分多的食物和飲品 這個意味著盡量不要吃糖果、梳打水、蛋糕和拿鐵咖啡 這些食物和飲品不提供任何營養的價值 並且含有大量的糖分 第二就是閱讀食品的標籤 美國心臟協會建議女性每天不要超過6茶匙 即是25克的添加糖 男性就不要超過9茶匙 即是36克 莫迪建議檢查家裡的食品儲藏室 看看每樣食品的添加糖分量 包括那些標籤為低糖或者健康的食品 第三就是多食纖維 莫迪說 如果糖是毒藥 那纖維就是解藥劑 纖維不僅可以保持人體的消化正常 還有助於減緩糖分吸收到血液裡 從而就可以保護人體 免受糖分升高的影響 第四就是關注營養 不是關注卡路里 莫迪建議 與其擔心減少了卡路里 不如專注在飲食裡 添加更多營養豐富的食物 例如含有大量蛋白質和健康脂肪的食物